以证据说法 用法律维权 让公平正义 触手可及 律师来了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 就是近期 这个新闻相当的热烈 就是台湾网红 晚安小鸡 因为在柬埔寨 造假在凯博园区 遭到殴打 被抢钱 甚至直播逃亡的画面 所以这个自导自演的形象 导致了柬埔寨的形象受损 就被定罪了 没错 其实晚安小鸡这个事情 说实在的 我们必须要说 如果在台湾的网红 在台湾境内 做这些事情 其实实有所闻 我们最近也都会看到 什么新加坡网红 来到台湾 自导自演 什么地方国外的网红 来到台湾又自导自演 为了要增加 他们自己的这个流量 增加收视率 所以其实会做了很多 比较夸张的 然后引起大家眼球关注的 当然这种引起 大家眼球关注的事情 可大可小 像晚安小鸡所做的这事情 应该说对台湾人来讲 或许只是会心一笑 觉得他在这个柬埔寨 可能干了什么事情 被抓了这种假的影片 可是呢 对柬埔寨当地来讲 他们好不容易 把这个KK园区的恶民 想要清除掉 想要把他脱离这个诈骗 或甚至这个卖器官 这样子的恶民 驱逐掉 没想到竟然有台湾人 到柬埔寨当地 还在上演这样的戏码 当然对于柬埔寨政府来讲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耻辱 所以不仅仅只是一个网红 单纯想要搏眼球而已 当他毁损到一个国家的国域的时候 那事情就很大条 所以晚安小鸡他到了柬埔寨 演了这一出戏以后 的确让我们台湾当时候 一开始的新闻还很担心说 晚安小鸡是不是真的 在柬埔寨当地 受到了里面的罪犯 或者是说被当地人给抓起来 殴打了 然后下落不明 没想到隔个几天 这个新闻就报导 柬埔寨当地的媒体就报导说 原来晚安小鸡这个自导自演的戏码 已经被破获了 甚至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遭到判刑 那至于晚安小鸡实际上在 捷姆债到底涉及什么犯罪 我跟各位也报告一下 台湾跟捷姆债那个法律 真的是天壤之别 在捷姆债 他有一个叫做煽动歧视罪 煽动歧视 对于特定人或不特定人 不管人种种族宗教煽动他人去歧视或仇视 可以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另外也还涉犯了一个叫提供虚假申报罪 提供虚假的资讯 然后来让民众去看到 那向公共机关提供虚假的讯息 这个也可以处六个月以上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最后还有一个叫做非法干涉公共职能之行使罪 这个罪严也是可以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晚安小鸡就是因为在柬埔寨上演这个虚假的 好像在当地被欺负 好像在当地被掳人 在当地可能被绑架这种状况 其实这些内容的虚假造成影响 柬埔寨当地这三个罪名 然后就在短短的几天内 记得当时的新闻是在两天内 不仅被逮捕 两天内居然法院就判决 而且还判决晚安小鸡 两年有期徒刑 除了这个晚安小鸡 还有一位叫阿闹 也是跟他一起协助 他演这一场戏的共犯 一起都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那现在正在入肩服刑中 对而且这一个判决真的是速战速决 除了两年的有期徒刑以外 其实还有罚款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他在那边服刑良好的话 有机会假释吗 据我所知 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这个假释 这样的规范 只是这个案件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内当地的犯罪 甚至还影响到柬埔寨的声誉 我们都还看到这个柬埔寨的总理 直接在新闻上表达 那个时候晚安小鸡的母亲 想要来做求情的动作 表达不仅不能求情 甚至认为说还这么不孝 必须要将晚安小鸡关好关满 一定要关足两年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柬埔寨是军政府统治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总理说了算 所以看起来他要去假释 我觉得几率是蛮低的 而且以这样的司法速度 跟台湾的一个流程又不大一样了 台湾没有办法这么迅速来定一个人的罪 是啊没有错 我们必须要跟各位观众来说明 我们想想看一个正常的法律流程会怎么做 第一个他在警察破获以后 警察应该要对他当场做笔录 做完了笔录以后 他有可能被羁押在看守所里面 等待后续的审判 包括检察官调查确定晚安小鸡 涉及到这个造假的新闻 然后呢撰写一个叫做刑事的起诉书 柬埔寨一样有检察官哦 那检察官起诉了以后 才交由法院来公平审判 传唤晚安小鸡出庭 或从这个看守所把它押解出庭 然后来进行审判 那如果审判也认为 晚安小鸡确实涉判这些罪名 最后再下一个判决书 所以不管如何啊 我们在台湾哦 即便即便你今天开庭明天判决 检察官写起诉书 法官学判决书 都不可能全部加起来 在两天以内完成 这个是我们大概也不用 用一般什么法律专业 老百姓都可以知道 甚至你要去传唤这个晚安小鸡出庭 当然也得让晚安小鸡 有找律师的权利 有准备他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例如说或许晚安小鸡会主张说 哎呀他不知道柬埔寨 有这样子的法律规定 又或者他会说 我这真的只是为了火眼球 那我携带的这些 假装是警方的这些衣服来逮捕他 或者是这个柬埔寨 当地黑道的这个衣服啦 等等 他或许会来为自己来做求情 找律师来帮自己辩护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柬埔寨的审判速度 大概是完全没有这些机会 讲白一点 我们看起来就是被告 连为自己来做澄清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直接判处 尤其出行了 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台湾 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 特别是比较进步的国家 对于被告的基本的程序正义 让他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让他表达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让他寻找律师的机会 或甚至申请调查 对他自己有利证据的机会 都没有直接就判刑的话 那其实也不需要检察官 也不需要法院 只需要警察局 就警察局一抓到 警察局就自己判决就好了 完全不需要这些司法单位存在 当然我看的这个新闻 包括我自己都会害怕 原本以为说 柬埔寨已经可能没有KK园区了 可能已经没有这些 可怕的诈骗集团了 但是现在发现更可怕的 可能是军政府的效率 一旦你被栽赃 例如说你假设到柬埔寨 可能有个女孩子栽赃说 他被你强奸了 可能你马上就进去 直接判决有罪就进去管了 即便你什么事都没做 一被栽赃 可能你就得服刑好几年 所以这样子的法律程序 反而是让我们这些 法律人感觉到害怕 除了这个以外 我也想要帮听众来 询问一个问题 像晚安小鸡跟阿闹 他们要在柬埔寨 服刑两年 可是服刑两年之后 返台会不会有 相关的法律责任呢 法律上面当然 对于这个阿闹 或者是晚安小鸡 其实他在网路上 散布这些不实的内容 如果是在台湾 其实他的受众 我们讲受众就是说 这些看的观众 确实也都在台湾 大部分也都是台湾人在看 是会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的 触犯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 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散布谣言 足以影响公众 最多处罚就是 三日以下的拘留 或者是三万元以下的罚还 处罚相对是非常的轻 而且呢 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 必须在犯罪后 半年内就必须对于 这个行为人来做处罚 可是啊 晚安小鸡他人呢 是在前面在服刑 所以当他可能关完两年 回到台湾 已经没有办法再对他 用社会秩序维护法 来做开罚了 真的即便可以开罚 这个实在是 我们讲说小屋见大屋 在柬埔寨要关两年 在台湾关三天 或甚至只罚三万元以下的罚还 其实是险不相当的处罚 所以他大概回台湾 是不会再次的被惩罚 只是呢 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 一个社会新闻看到说 哇 为什么一个这样的事情 在台湾的处罚这么轻微 但是在前普寨的处罚相当的重 像前阵子我们也遇到一个社会事件 就是有这个国外的网红 在台湾 碰到了窃盗啊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被偷了 然后他也因此真的报警 他不是真的报警 他是假装报警 然后也有这个演员 然后就他们的工作同仁 来演这个警察 然后来处理这个窃盗的事件 这个窃盗的结果 其实真的也影响我们台湾这个治安 其实没有这么坏的治安 在大马路上被抢劫 被窃盗 可是呢 这样子的假的新闻播出 那对于假的这个直播播出 对台湾的我们国语是有伤害的 但是啊 这个我们上网也查了 就是我们也查各种台湾的法律条文 的确真的能处罚的 也就只有社会秩序维护法 63条 罚三日以下居留 跟三万元以下的罚还 那至于国家的名誉被伤害 还真的没有法律可以处罚 我们要能够处罚到国家的名誉 除非是回损我们的国旗啊 或甚至呢 准备要革命颠覆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啊 这才会被处罚 所以看起来在台湾 这一种把台湾的国语来当作玩笑 然后来散步的 其实台湾的法律处罚非常轻微 那当然也可以说啦 台湾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言论自由的国家 所以我们对于包容性很高 可是我们也或许也可以寝思一下 真的处罚这么轻吗 那使得台湾很多的名誉被损毁 是不是应该用什么方式另外再修法来救济 这个也应该考虑一下 没错 现在呢自媒体当道 网红拍影片要博眼球 固然是一个常态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到不同国家的风土民情 还有避免处罚 那今天呢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维庭来跟我们做分享 希望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法律常识 针对这个时事 然后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法律观点 谢谢维庭 谢谢 谢谢志源 谢谢各位听众